云若月 你到底想怎么样 王爷 很简单 你放了凤儿 让他回到我身边 还有 为了杀鸡锦侯 不让那些潜在的犯罪人员有侥幸心理 丹尔必须惩罚 不过 看在你放了凤儿的份上 丹尔死罪可免 活罪难逃 除了罚墨他的财产 让柔侧妃把他的嫁妆 交给王府替丹尔赎罪之外 就再打他三十大板吧 原来你今天兴师动众地做这些 都是为了救凤儿 一个丫鬟在你心中 就这么重要吗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 王爷是放还是不放 好 来人 传本王命令 放了凤儿 让他回到飞跃阁 楚玄臣见事情 处理得差不多了 也不想再往下深究 便准备将眼前的事情了结 来人 把丹尔拖下去 重打三十大板 然后送回宇柔阁 多谢王爷 王爷 不去宇柔阁坐坐吗 本王还有军务要处理 还得赶回军营 妾身何德何能 让王爷在百忙之中抽空赶回来 这件事都是妾身的错 妾身纵失万死 也难辞其咎 柔测妃 王爷为了你荒废军务 提前早退 这要是传入宫中去 皇上会怎么想的 怎么 你不以为耻 反而还挺沾沾自喜的 妾身不敢 请姐姐恕罪 不敢以后就少说话 免得害了王爷 云若月说完 冷冷地甩了甩袖子 带着人走了 楚玄臣看着她那 嚣张狂妄的背影 狠狠地捏紧了拳头 偏偏 云若月说的话又没有问题 让她拿不到错处 莫黎看到自家主子 明明很愤怒 却要强压愤怒的样子 忍不住为主子莫爱 王妃 你要去哪里啊 我要去军营 看看沈副将的手 都过了这么久 她的手应该长好了 那属下可以跟你去吗 属下可以保护你 你会武功吗 属下会 而且属下的武功还很好 不信您问九儿他们 是的娘娘 莫侍卫的轻功是一绝 她可以以一笛十 要不然当时 也不可能给王爷挡那一剑 对 莫侍卫两兄弟 是王府武功最好的侍卫之一 他们一个是侍卫统领 一个是副统领 是专门负责王府和王爷安全的 请娘娘放心 没想到你长得像个文弱书生 武功竟然这么好 行吗 如果你觉得自己能活动的话 就跟本王妃到军营走一趟吧 王妃不用担心 属下的伤已经大好 早就想出门透透气了 好 那你和九儿跟我去军营 凤儿和其他人看家 是 一个时辰后 黎王府的马车 在城北军营门口停了下来 王妃娘娘神医妙手 多谢你治好属下的腿伤 你是属下的救命恩人 让属下重获新生 属下以后 一定会有生命来保护你 过奖了 我不过是举手之狼而已 王妃真是谦虚 你要知道 我可是中了剑伤 少有的能够活下来的人 特别是这剑头一旦入体 如果不拔出来的话 顶多能撑个十几年 那还算是运气好的 我觉得 我运气是真好 能够遇到王妃 王妃在我心中 就像是仙女下凡 莫竹 你可真有意思 你们在干什么 属下参见王爷 王爷 王妃要来看审副将 属下怕她有危险 所以自请当她的护卫 好保护她的安全 有她这个长相 不吓着别人都是好的 何需要人保护 王爷此言诧异 长相和被不被人欺负 没有关系 难道长得丑的人 就不会被欺负了吗 妻生不会武功 自然需要人保护 鸭尖嘴利 少废话 还不赶紧进去看审副将 王爷如果不在这里废话的话 我的确是早就进去了 末将参见王妃 副将默契 你的手臂还未完全长好 不要乱动 多谢王妃 末将感觉 末将的手臂好很多了 王妃放心 这十几天来 末将都没有乱动 一定不会辜负王妃的厚望 一定早日让手臂恢复 嗯 好了 我现在给你检查一下手臂 嗯 不错 手臂恢复得挺好的 等下午会把下面半个月的药 放到这里 你一定要听莫里的 按时服药 按时换药 还是不能下床行动 嗯 我相信过不了多久 你的手就会完全长好 多谢王妃 末将 谨遵王妃的教诲 看完沈副将后 云若月准备带着末竹和九儿 打道回府 他们三人才走出军营 一道熟悉的身影 就迎面走了过来 楚玄臣 他怎么来了 末竹 你们要去哪里 回王爷 属下要护送王妃回府 莫主 谁让你做这些事的 军营还有那么多事没人做 莫里还未回来 沈副将都没人照顾 你不知道帮个手吗 属下是怕王妃有危险 所以才想护送她 王妃自由本王护送 何须你多事 奇怪 王爷今天是怎么了 怎么感觉 总是在针对我啊 莫主 我猜王爷是吃醋了 他不喜欢你接近王妃 他要亲自送王妃 要不 我陪你在军营 照顾沈副将吧 晚上你再送我回去 啊 吃醋 你小声点 王爷 就让奴婢陪莫主 在军营 照顾沈副将吧 有劳您送王妃回府 嗯 楚玄陈冷冷点头 率先掀开马车的车帘 上了马车 莫主看了云若月一眼 是一脸的依依不舍 他还想说什么 但话还没出口 人就已经被九儿拉走了 云若月看着莫名其妙散开的一众人 愣了一下 没明白他们都在搞什么 不过 他也懒得深想 现在的他累得要命 只想赶紧回去 躺在他柔软的床上睡觉 所以他也抬腿 钻进了马车 你到底是不是云若月 什么意思啊 难道楚玄陈已经怀疑我了吗 王爷 你这是在说笑吗 我若不是云若月 那我还能是谁 云若月 本王姑姐先这么称呼你好了 其实你身上的疑点不少 所以本王劝你 还是早点说清楚的好 王爷此话怎讲 之前的云若月并不会医术 可是你投鼓以后 却忽然懂了医术 这是我之前跟王爷说过 我一直都会 只是以前没机会展现罢了 好 本王暂且当你是藏桌 但是上次在宫中 你曾与我提起过 勾剑 当时你说勾剑是古时候 一位越国的君王 本王虽不说学父武车 但也不至于一无所知 历史上并未出现过越国 也没有勾剑此人 王爷 这是我不对 其实这勾剑 是我在以前的 一本画本里看到的 确切来说 他不是真实的古人 只是画本里 虚构的一个人物而已 是我不好 当时没说清楚 是吗 那昨日你为何又同凤儿说 你们那个地方的好姐妹 都可以一起睡觉 你们那个地方 是哪个地方 糟了 还是放松警惕 怎么 说不上来了 王爷 我们那个地方的意思 你真想知道 是 好 既然王爷想知道 那我这就告诉你 其实 我是九天玄女下凡 是来拯救世人的 所以会点医术 云若月 你少糊弄本王 你告诉本王 你到底是谁 我行不改名 做不改姓 云若月是也 王爷要是不相信 自己去云家查 还有 王爷如果把我当成妖怪 神仙或者鬼魂 我都无所谓 只要你不来找我麻烦 我也不会去烦你 咱们井水不犯河水 各个各的日子 互不干扰对方的生活 怎么个互不干扰法 互不干扰就是 你有你的小妾 我有我的生活 以后你找你的小妾玩 我找我的丫鬟们玩 你别来窥探 我们的生活行不行 你 你休想 楚玄辰的声音 如雷霆震怒 它怎么会让 云若月过得那么潇洒 就在这时 马车忽然停了下来 紧接着 外头的车夫惊呼起来 不好了王爷 有刺客 糟了 楚玄辰 现在怎么办 我还以为莫竹说要保护我 只是做个样子 没想到 这年头竟然真的有刺客 你待在这儿别动 我出去把他们解决掉 大音未落 只见七八柄宝剑 一起从马车瓦刺了进来 by bwd6 感谢观看